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一套两套三套的这么去买投资法 他们是怎么做的 难道他们真的赚很多钱 完全是用自己的钱来买的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努力打工攒钱买房 那是为了钱而工作 那如果只有那些能让钱为自己工作的 那才是高人 每个人的财力都是有限的 那现在银行的贷款利率这么低 我们要考虑的是 我们怎么向银行借力 来实现自己购买多套投资房的目标呢 银行最喜欢借钱给什么人 银行最喜欢借钱给那些不差钱的人 所以呢 有很多人 他为了要避税 让自己的税阶比较低 然后多享受政府福利 就故意把收入做低 那么你觉得银行会借钱给你吗 银行最多可以借给你五倍于你收入的钱 然后再减去七七八八的所有的债务 那么还剩多少呢 如果本来收入就很低的话 就现在的房价而言 你还是买不起房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在为下一套投资房而努力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清楚 报税的时候是要把你的收入做低呢 还是如实申报 如实申报的好处当然是 你的收入足够高 那么银行对你更有信心 它可以贷款给你 你可以实现五倍杠杆的收益 对吧 那如果它的坏处 当然是眼下你就要交 向政府多交税 牛奶金可能就要少拿一些了 所以呢 这笔账到底孰重孰轻 大家可以回头自己去算一算 到底是牺牲眼前的利益 多交一些税 让自己的收入看起来比较高 成为银行愿意借钱给你的那个人呢 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避税的方法 把收入做得很低 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 还有另外 加拿大的房产呢 是可以循环贷款的 所以2020年最热门的词 就是refinance 那么这个呢 很多人看到房价涨了 别人都在做refinance 那我也要去做 可是他们不知道 refinance要怎么做 什么时候做 到底是拿自住房做 还是拿出租房做 每做错一步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你在为自己购买多套投资房的那条路上努力 那也一定要去多武装一些这方面的支持 看看是什么情况下 我可以做refinance 如果你要买一个投资房 千万不要在自住房上做refinance 因为自住房的债务 对银行来说都属于不良债务 对于你来说呢 自住房所有的费用 比如说递税啊 比如说你的贷款付的利息啊 还有维修费啊 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不可以抵税的 所以呢 这些债务属于不良债务 如果你refinance了自己的自住房 这个直接会导致你下一套贷款额度的降低 贷款利率低可以有效的刺激房产 房市 那么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两点 贷款利率低的话 你每月的月供就降低了 那么大多数人啊 财务压力就少了 第二点 很多人不知道 贷款利率每升高1% 就会直接影响你的购买能力 影响一个买家的购买能力 也就是贷款能力的10% 所以啊 这样看来 现在已经走在大多数人前面的那些人 他们不是真的在完全靠自己的钱 来买多套投资房 他们是那些 懂得规划自己的财务目标 然后也舍得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 并且他还懂得如何运用正确的运用金融工具 他们是这些人 所以呢 他们可以走在前头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方法 如果我们也想对我们的生活做出一些改变 希望我们不说实现财务自由 那个太大 就是说让我们自己老有所依 让我们自己对生活有更多的选择的自由度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开始考虑 是不是也要开始规划自己的财务现况 然后呢 多武装一些贷款知识啊 税务知识啊 地产知识啊 这样呢 时刻准备好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期的视频里面 得到一些启发 就像学习一样 投资再晚都不算晚的 关键是我们要开始行动 只要我们开始行动了 我们离目标就一步一步的更接近了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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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